这个芭蕾高中校长 我叫钱来也 演出经典偶像剧《终极一般》 他是资讯艺人巴哥 曾靠着喜剧角色升职人心 可惜晚年饱受胰臟癌所苦 16日病逝 享受67岁 更唤起外界对胰臟癌的苦惧 胰臟癌为什么会叫癌亡 主要是因为它发生率 几乎等同于死亡率 绝大部分五年的存活率 是小于5%的 肿瘤如果真的比较大 侵犯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症状通常会比较明显 之所以被称作癌亡 是因为胰臟癌初期不易诊断 加上位置在后腹腔较隐秘 85%的患者发现时已经末期 剩下2至6个月可以存活 今晚病症不明显 但依旧有机可循 常见的八种症状 包括上腹痛 背痛或皮肤 眼睛发黄 尿液呈现深茶色 还有体重减轻 拉肚子等 还要特别留意 胰臟癌的耗发年龄 落在60岁 胰臟是位于胃的后方 位于我们的后腹壁 不止胰臟癌 还有其他五种癌症 也很难发现 像是鼻咽癌 容易出现流鼻血等感冒症状 常被忽略 还有肺腺癌 只要持续三中以上 有慢性咳嗽 甚至痰中带有血丝 就得尽速就医 另外还有肾脏癌 以及最沉默的杀手 软潮癌都榜上有名 最后则是肝癌 因为有60%的患者 都不会感受到疼痛 要看到以上的全貌 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做电脑断层 或做核磁共振 最准的方式是所谓的 内视镜超音波检查 只是这种检查 基本上是倾度性比较高 比较不会拿来做一般的成人见解 想防止隐形魔王找上门 得留意生活中的恐怖推手 吸烟是胰脏癌重要成因之一 占30% 饮食占20% 像是高油脂食物 含糖饮料 酒精英都会增加罹癌几率 另外遗传精英也占10% 只要家族有人患有胰脏癌 那么风险就会增加3至5倍 尤其年过50 才罹患糖尿病的病人 就必须拉高警觉 现在股票不涨 物价非常 公民手中不高 失业率很高 一旦来毫无预警 让国人文之色变 尽管可以靠腹部超音波 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 离情病因 但目前相关治疗效果有限 最根本的还是得远离 高危险因子 提早发现 提早治疗 否则癌细胞绝对跑得比时间还要快 欢迎收看张家宝陈米珍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